大家好 我是曹维东 在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了一部分军队以后 同时又展开了两个新的战场 一个是向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进行了袭击 打了他的机场 还有一个新的战场 就是向黎巴嫩珍珠党 进行了更多的这种空袭和导弹的攻击 为什么在加沙地带战火还没有平息的时候 同时又另外开了两个战场 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加沙打的这场战争 可以说是如梗在喉 因为这块骨头咽不下去 涂也吐不出来 因为这场战争 它的目的是想把加沙地带的整个区域 要由以色列控制起来 因为你要控制起来 是要把哈马斯彻底剿灭的 不然的话 他总有反对你的军事力量和武装存在 那你怎么能够控制起来 控制不起来 所以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哈马斯给剿灭掉 第二个就是要把哈马斯扣下的这些人质解救出来 而现在这场战争已经打了接近四个月了 就是大打超出了他的原来的预期 那现在哈马斯不但没有被消灭啊 反而还在南部呢和他这个进行战斗 特别是这次他没有预料到他的一个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打仗的部队就是格兰旅啊 这支部队是1948年就建立了啊 在维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中或者在相关的这些军事行动中啊 特别是在中东战争中可以说履历战功啊 那打格兰高地的时候他们是以50人的这个伤亡 应该说50人的死亡 这个100人的受伤 这个两度就进攻格兰高地拿下了啊 这样的话呢 现在格兰高地本来是叙利亚的嘛 那他现在由以色列控制着三分之二呢啊 那所以这支部队呢 从打这个正规战是很强的 其次呢打特种战啊 就是1976年的时候吧 到乌干达啊 就是一个侦察连去几千里啊 去救人质啊 也很好的把这个被劫持的人质啊 营救回来了 所以他特别能战斗 而这次参加这个加沙的这个地区的 呃 角密哈马斯的这个战斗 他也参加了 但是旅长 叫人家给击毙了 营长也叫人家给击毙了 所以说这个其他的官兵 当然那就是伤亡也是比较惨重的 坦克也叫对方打掉了不少 因为他的配置是相当强的 有起码四个坦克营 两个步兵营 还有散兵营 还有这种炮营营啊 那这个 跟哈马斯的军事力量对比 那是天书地别的 但是呢 他发挥不了自己的作用 因为你打巷战的时候啊 人家哈马斯的人躲在残荒断壁中 躲在这个 比如说地道中啊 那他呢 等于是短兵相接 这个坦克的作用 火炮的作用 发挥不出来啊 那就等于是跟人家 一块摔跤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很难办 所以呢 他的这些高层的指挥官呢 都被对方给就是击毙了 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啊 可能就要把他撤回这个 就是以色列进行修整啊 或者是进行补充啊 或者是你要执行这种巷战的话 再进行怎么样的装备的改装 或者是人员进行什么样的培训啊 所以这个过去呢 这个格兰旅可以是说 这个百战百胜的啊 一直在军事行动中啊 能打仗 包括在中东战争中和阿拉伯 这些国家坦克大战的时候啊 都是打得很好 一少胜多 那从这次加沙的这个和哈马斯的战争 可能就要改写这个以色列 这个格兰旅的历史了 或者是他这个旅的军事了啊 因为打了败仗了嘛 那现在这个加沙地带的 这个战斗还没有结束 或者是说军事目的还远没有打到 因为哈马斯没有被剿灭 那人质现在打了四个月了快 那你现在连一半的人质都没有救回来 那一半的就是前面的几十名人质是交换 停火交换回来的 那现在哈马斯说了 你要是不停战的话 我根本就这些人不给你了 那还有将军级的这些人质 现在掌握在哈马斯手中呢 那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所以现在他突然好像对这个黎巴嫩珍珠党 还有这个叙利亚开展这种军上的行动 好像是和这两国进行交战 其实不然 你看他发动的这个打击啊 全都是用空袭 我打导弹 没有人的伤亡 我向你用空袭 我用飞机投掷这个炸弹 我用无人机去打你 这个不存在人员的伤亡 所以他跟这个外界或者是说跟国内啊 就是交代的时候是说 你看我们又新开辟了战场 但是呢 他不会有短兵相接 不会有人员的伤亡 那这样看起来呢 就是可以减缓一点 就是国内啊 对他的指责或者是抗议 因为现在国内呢 要求他尽快的把人质解救回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保证这个以色列的安全 那现在他开辟了新的战场 那就可以减缓一下 说我并不是啊 军力都投在这个加沙地带 并不是都跟哈马斯投在 我是现在要迎接啊 多方面的啊 这个战场 其实呢 那另外两个战场呢 我们看到 他实际上并没有分散地面的这些兵力 并没有呢 就是把原来啊 这些就是在加沙地带作战的这些部队呢 在直接的跟哈马斯进行作战啊 那这样的话呢 好像是啊 就是这个战场扩大了 这个战争加剧了 但是呢 我们说事实上 他在用一种 我们前面讲的 天书地别的啊 这样的武器装备 和这样的一个军力 在和哈马斯进行作战啊 那现在打成这个一个样子 可能是以色列啊 万万没有想到的 而新开辟了两个战场之后呢 实际上使以色列处于一个更困难的境地 因为这个黎巴嫩的珍珠党 也不可能被他这几次轰炸 就被炸平 那么他向这个大马士革 也就是叙利亚啊 这个发起的攻击 那叙利亚和相关的啊 这些军事组织 也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那从长远看啊 他的这个麻烦会更多的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